26岁作家林亦涵遭捕骄傲失信侵一案,经过114年检方侦办后,最后以两两情相悦为由,全案部起诉处分,引起网友们猛烈炮轰,大骂恐龙检察官。 究竟事件原本的真相是什么? 据传,林亦涵的闺蜜才是破案关键。 图片来源,Apple Valley自从林亦涵上吊自杀,父母出面控诉女儿遭捕骄迷失诱监后,矛头纷纷指向嫌疑犯诚心。 检方调阅通话记录,林的部落格,一座一物等等,并数次约谈林亦涵高中同学,闺蜜等,终于厘清案情。 图片来源,Apple Valley剧,苹果,报道,威蜜才是林的国小好友,世事则是国中好友,全程参与了林亦涵和陈欣相恋到分手过程。 世事坦言,曾私下见过他们两三次,林说过很喜欢陈国欣,但没说自己被性侵图片来源。 林亦涵脸书2009年林亦涵就读台北医学院没多久,就萌生修学念头。 结果父母调阅他的通话记录,意外发现他和陈欣在谈部伦恋,最后气的叫对方夫妻过来谈判,当时世事也在场。 并非外界所说,林亦涵下跪道歉,确实有谈判分手,但最后没有提告,根据世事证词,林亦涵向个恋爱中的女孩,是两情相悦没错。 而林亦涵后曾写下五万字小说,初恋,世事也将电子档提供给简邦做参考。 对于林亦涵背右肩真相,网友写下各种揣测,传言更是闹得满天飞对此,难检公布调查结果,针对各界疑点说明。 第一,林性父母指控陈欣为失声恋,陈欣撇清关系说是婚外情,调查结果未,林亦涵上大学后才和陈欣交往,两亿无失声关系。 第二,林性父母爆料女儿高二身高三十,被陈国欣右肩,检方调查,第一次发生性行为,因是九年八月后,当时林亦满十六岁,种种记录显示为自怨性交,不构成犯罪行为。 第三,林性父母指责陈欣带林亦涵去见其他小女友,害她忧郁症发作,不过检方调阅就诊记录,林亦涵当时服要自杀,原因却适合老师热恋,未或父母认同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